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8月12日星期四的收市港Round 再次我陳語題和大家總結港股確訪 美股方面 道指標指都齊闖新高 但港股就隨著A股走低 今天是在連續三日的升勢之後 進行回調 今日大肆升勢斷纜 恒指低開36點之後 一度是倒升53點 但後徑不計 然後跌細加劇最多下跌274點 失手20天線 收報26517點回吐142點 跌了0.5% 國指同樣低開低收報9465點 跌了82點 跌0.9% 科智收報6719點 跌了101點 跌1.5% 今日大肆成交金額再顯著縮量 去到1359億元 你看看廠榜股份的表現 有邦和港交所回吐2.2%至3.5% 回控收報44.3% 微升0.6% 科技龍頭股份集體走弱 騰訊美團阿里小米 逐錯0.3%至2.1%等 藍籌股份當中 創科實業表現最為強勢 公佈到業績上半年多賺5.8% 中期式暗年增加6成 公司明年會推出73款電池供電式戶外的新產品 今日股價就創162元的52週新高 收報161.8% 標升近1.2% 汽車股份走勢理想 比亞迪股份激利汽車 在西南手之中聲勢緊隨著創科之後 其中比亞迪向北歐客戶交付76台電動大巴 收報276.8% 上揚8.3.1% 吉利創度1個月新高 收報28.9% 推升8.2.1% 東風 北汽 長汽 拉升8.2.6% 到8.3.2% 廣汽收報7.3% 大升8.6.7% 港代汽車股份也要留意理想汽車 今日首日掛牌 收報117元 比超股價$118要低0.8% 今日收視說 先到這裡 明天再見